我們難得邀請到姚老師來 那所以我想要請教一些 比較是選情票盤的分析 我想說現在的這個民調趨勢 真的不簡單 你看就是藍白分手之後 有一波的那個震盪 那重點在哪邊呢 在民眾黨下滑的趨勢 一下跳懸崖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恢復之後 又再跳一次 現在是第82波 柯銀配14.9 然後侯康配是31.7 持續在上升 那我們看賴清德賴消配 也是在上升38% 那姚老師 像是這樣一個民調的數字 那為什麼民眾黨會跌成那個樣子 你覺得那個跌幅有合理嗎 從一開始可能我們看最近 接近20%然後17% 又掉到不到15% 14.9 你會怎麼樣來看這個數字 這個事我先請大家 再讀一下這個圖片 各位看一下 這個最下面淺欄這個就是民眾黨嘛 對 剛才談了跌 大家不要看今天這樣跌下來 你要看均越飯店 這是這個點是均越它最高的 嗯 這是26.7 均越飯店到現在才多久 均越飯店是24號23號的是什麼 對 對不對 才兩個禮拜都不到嘛 均越飯店你看 123 就均越飯店完了第二天你看看跌這麼多 然後每天再一點點跌 其實沒有停過的跌 就換句話說 第一先確定跌是位置 啊位置 那剛開始是大幅的 那這個是它的高點 26.7 到現在已經到了十四點 十四點解換就已經去掉了 十一了 將近十一了啊 將近將近十十點多了啊 十一點多了 所以這個這個先要確定 然後少什麼我們要知道嘛 嗯 它到底少啥 第一個就是少二十到二十四歲 二十九歲 二十到二十九歲 這第一塊 第二個就是少中立 中間選民 就這兩塊 中間選民原來他都可以拿到25%以上 甚至於往30%走 可 可是他現在這一波 我這個每一波都不講 這一波他只拿到15% 你想想看他怎麼 因為你 其實你用中間選民看他總結果其實很像 你看中間選民15 軍業範定這一次他也中間選民就有28 你就很近的 中間選民掉 其他的就會掉 然後另外一塊就是 所有的人都知道 科皮拿20到29最多 他原來都可以拿到31到33 他現在拿到多少 20到21.2 就這一波拿到21.2 嗯 也少了10%了 嗯 所以你就拿他最強的兩塊 那掉掉的以後 我拿這兩塊的意思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其實都可以想 哦他掉了這兩塊到哪裡去了 所以你看這個 你看啊 如果同樣的時間點啊 同樣的時間點 國民黨還是平哦 剛開始幾天你可見第一波掉的 他沒拿到 嗯 很容易比嘛 對 對不對 很容易比對不對啊 就是他第一波一二三這三就是差不多一個禮拜多 差不多十天左右 三天左右一會兒 所以相對應這個 對 第一波掉的年輕人到綠子裡來了 嗯 很明顯 你要想原來跟國民黨是貼的 只贏了一趴左右多啊 嗯嗯嗯 平平 然後呢 略微一點 那個那個都是誤差了 那不能算啊 就略微下來又上去 所以他們說國民黨上來了一點點 可是綠營你看看沒有 整個趨勢是微幅 除了第一回合大 嗯 然後剩下都是0.51啊 0.51啊 那個那個上來 累積到現在就上了大概 六七八七八八 就大概這個樣子 你看那個趨勢就知道 我們一定要從這裡看啊 那個前面的 纠纏了不要談 就從這裡看 嗯 這個就是最典型的 君越以後就藍白不合以後的自己 所以他老師可以說 君越是幫柯文哲做CPR 結果搶救失敗 一路掉下 他現在已經在用葉克膜了 可以這樣講嗎 當然可以這樣形容 因為這個趨勢還會不會下去 才是我搞事兒 嗯 才是我搞事兒 我原來就認為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和 我跟各位報告啊 嗯 原來如果是 君越犯罪和了 就15號以後 這一塊跌得更厲害 本來就 他可能當然就不會做這一塊 嗯 可是我告訴你 藍軍本身的支持度 會跌得更厲害 你說和 藍軍 和的 和裡面的年輕人 會走掉一大片 這就是為什麼 柯文哲15號以後 立刻反悔 嗯 因為那樣小的那個轉折 他自己感受到 他有三種跑掉的人 都跟年輕人有關 嗯 那那個沒發生 我就不講 可是到這裡 我為什麼今天說 大概 他得票 還有可能靠近20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是民調 民調總%數都只有80嘛 你看得出來嘛 嗯 還有一些不表態的 沒有表態的啊 還有一些這些 所以 總票數 他大概到15 我估計到 就是說 民調到14 13.5 如果再跌 哦 那就 那就 那就不會值了 因為他那個 有一種類型的 就有一種類型的票 我把它叫做 他的基本盤 就是藍有藍的基本盤 六有基本盤 原來他的基本盤 都是用兩岸政策來做區隔的 大多數啊 當然也有別的問題 都大多數 可是民眾黨也有基本盤了 現在啊 就是每一次民調 民眾黨的支持度啦 或者那些交叉分析出來 這一塊 那這一塊應該就有差不多 10到15%一直在上下 你看政黨制度就知道 所以我認為他這一塊應該不會動 到了這個地步了 他如果這一塊都動 那就會恢復到藍綠對決了 嗯 那至於說 對我有利 對我 對民意南有利 還是對國民意南有利 我就 請不請讓我保留 因為這個涉及到 選戰的問題 這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選戰問題 因為這一點要快要看 因為那個涉及到 柯文哲現在民調還說 我支持柯文哲選總統的 然後他將來會不會 在投票前棄保 或者他現在究竟 我剛剛我沒有說 剩下的這一塊 最重要的一個特色 就叫做討厭藍綠 也就是藍綠都是垃圾 或者他講的那些話 對 就是自己認為 我們現在選擇 叫新政治選擇的那一塊 就像他在澎湖講的那些話了 雖然現在講已經比較沒有說服力 因為他還差一點跟藍合 所以你罵藍的那綠的 那可是基本上還是這個屬性多 如果連這個屬性都走 那就表現他的基礎 已經開始鬆動要崩盤的 所以我現在在觀察下個禮拜 整個禮拜兩次民調 那是非常關鍵 那個雖然還剩下40天不到39天 大概在一個禮拜剩30天 大概可以看到大局面 所以這個趨勢大概上 我就特別再做個結論了 就是說再觀察一個禮拜 趨勢不要變 趨勢要停下來 我再講一遍 他們的止謝 你自己想想看 現在下降趨勢不能再降了 對 到底地板了 如果再降下去 藍軍會很happy 你看他開始往上了 藍軍一定會分到 一定會分到 因為那個 所以我就看下個禮拜 來做下一個階段的評數 因為這一點 再一個禮拜就穩定了 他一定會這樣評回來 這樣點數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如果沒辦法止謝的話 可能會脫水了 甚至會 那個就很明 那個叫崩盤 但是他那個崩盤 他的崩盤連立法委員都會崩 他的崩盤連立委都會崩 政黨票的部分 因為他的區域本來就 沒有錯 他現在你問政黨支持者 支持度你就前兩天 又有一個新的 基本上還可以維持十幾% 還可以維持十幾% 大家算了一算 什麼六七席 大概不像以前 那個最高峰的時候 都估他什麼九席十席 現在大概就不溫 可是他如果再往下 恐怕連現在的五席都不見得保得住 這就叫崩盤 可是這個要看了